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秃鹰奔驰钥匙改频率的方法 那么它改频率一共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通过移除它的电阻 来改变它的那个频率 我们首先看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去切换它 先看一下它当前的频率是多少 这是315 默认频率315 好我们现在去除掉这个电阻 来把这个取出来 就取出这个 好电阻去除掉 去除掉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现在的频率是多少 电池没接受啊 按在上面 好现在它的频率已经切换成433 好它频率已经切换过来了 好那么还有第二种更换频率的方法 大家看好 我们现在呢 再拿一个秃鹰的奔驰钥匙 现在测量一下这个频率是多少 好这个又是315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是通过 图音的VVDI 图音的MB设备来进行频率切换 好我们现在把壳子装好 现在把壳子装好 装开壳子同时呢 我们同时打开奔驰的软件 大概能按上能够读出频率就行了 好现在它是315 我们现在设定要是频率 我们现在读取要是频率 我们刚才读的默认的是315 我们现在选择433 我们点击设定频率 好频率设置成功 好的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它的频率是多少 好433用手插进去 我们再把它再设置成315 好你要就插到上面 那边可不用上 好我们现在读取一下频率 好当前是433 我们再把它设置成315 设置频率 好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频率是多少 再按一下 好频率是315了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购买 图音的奔驰的MB 钥匙 购买这种钥匙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移除电阻的方法 来改变它的频率 同时呢 如果说你有图音的奔驰设备呢 也可以通过红外口 直接改取它的频率 更为方便 好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